当下海南正积极推进自贸区港建设 发展互联网、旅游、现代物流业、医疗健康等十二大重点产业 来穷创业就业的香港青年越来越多 因看重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 刘宏杰于2017年带着跨境电商的创业梦来到海南 与内地朋友合作创业 两年时间里 刘宏杰开了六家跨境电商实体店 线上加线下结合 主营进口母婴产品和保健品电商平台 其贸易公司年营业额达500万元人民币 那我觉得趁这个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机是非常合适 大家来创业也好就职也好 按居乐业的刘宏杰只是众多香港青年 在海南实现梦想的缩影 当前海南正在制定相关政策 为港澳台金融建筑等领域专业人士来穷创业就业提供便利 穷极港青福宝文在英国留学后回到海南经营牙科诊所 作为在内地创业打拼的前辈 他希望带动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内地创业发展 第一其实现在我们内地的发展也逐渐的随着信息的开放 能够更加的跟国际方面的资讯有所接触 最大的优势第一我们人多地广 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这方面 其实是很多都没有被开发到的 所以说也很鼓励香港的青年人能够多点来内地 能够把这些资源好好地利用起来 来到这边能够发展 甚至有他们自己的事业 在内地也希望能够找他们第二个家 80后港青王精伟目前在求从事物流业农业领域 经历这些年内地的发展变化 他由衷感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幸福感 并呼吁更多香港青年来内地走走 实地看看内地的变化 那我觉得是时候香港的 无论是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年纪人也好 就应该开放自己的想法 开放自己的视野 认真地进来看一看 他们就觉得原来就是真的不一样 而不是像当年一个有钱人家的穷亲戚这种感觉